大家好,我是Melody美朗,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就是我小时候发的义务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姐姐带我回教会,那里有个哥哥跟我们讲故事,他跟我说这两粒鸡蛋,他将会生鸡蛋出来的,鸡蛋女生鸡蛋 他说,如果鸡蛋却掉到鸡蛋,打烂了,就没有鸡蛋出来的,鸡蛋死了,那一次听到,他说会死,吓死了,因为当时,我小时候很笨,他家里没有准备过身,不知道什么叫死,未曾接触死亡, 但那天,突然听到哥哥说,鸡蛋女生鸡蛋死了,我就吓死了,然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天,我就发梦了 发过梦,梦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男人,坐在白色的椅子上,他大到一座山这么大,一个人 我面前就看了无数的黑影在那里,那些黑影就在那里说,我叫了什么名字,我是男还是女,我是什么国家的人,我多少岁,我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还有我没有做什么做的事 把黑影轮流说,轮流说,轮到我很害怕,我很想躲起来,因为我觉得很丑 说一些我的做过什么呢,有些什么,坏东西,不好的事,全部人都听到,所有黑影听到,坐在那里听到, 现场所有黑影,千千万万亿亿的黑影都听到 我觉得很丑,我实想找个洞卷 我不想说,我想找个洞卷 但是发觉什么都没有 没有天没有地,没有山没有石没有海 没有树没有花没有木 什么都没有 我就找个洞又找不到洞卷 那就轮到我说,接着又吓醒了 如是者,这个梦就打后几年 不知道发过多少次 续续续续续,都是发这个梦 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坐在一个很大的白色的石 白色的椅子上的男人有胡桑 她的样子很凶 我很害怕,因为那些黑影 没得说大话的 因为现场没有声音 不需要用口说的 不需要他说大话的 也不需要他辩护 好像不需要用什么传递 人人都听到了 但是没有声音 那么这个梦呢,我不知为什么 我又不知道坐在那里是哪一个 直到我二十多岁 信的耶稣 我看圣经,看事录日一章 我才知道原来是审判 审判神审判世界的时候的情况 那我还不太明白 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是黑影 也不明白 是没有声音,为什么是没有声音 把这个梦放在心里面很多年了 直到信了耶稣都没有去问人 没有去说这个梦 因为我以为那个信耶稣都会发这个梦 他会发这个 坐在那里的很多男人和很多黑影的梦 所以我就没有拿出来说 后来我知道这个是审判世界的光景 神审判人的情况 上帝审判人的 在我后来才知道我自己有一种叫做知识言语的恩赐 有这种恩赐会发现我建议像 曾经好几次神让我看到人隐藏的罪 譬如看到某一个人二十几年前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被我在异象里看到 或者某一个人 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不懂他的 我只是听过他的名字 或者见过那张照片 我试过这个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就祈祷问神 神让我看到异象 我看到他是什么人 我觉得都挺可怕 因为人以为自己犯的罪 没有人知道的 只得他知道和神知道 原来有一个不相当的美乐 曾经看过 看过好几次人的罪 在暗中的罪 所以这个是很大提醒我 那个梦是真的 神是会回来审判 审判活人 死人 会回来审判我们 没有人可以逃得过 正如我在那个现场那里 没有山没有石 用个树洞 用个山洞捐 都捐不到 我们逃避不了神 我很感谢神 那时候都得过几岁 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但他就这样去向我介绍他自己 让我去认识他 到之后这麽多年 我经历无数无数 神迹其事 他一直告诉我 他是谁 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想我去跟随他 想我去认识他 我感谢主 今天分享到这里 请不加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